大马路上车来车往一名男子不顾危险穿梭车阵中急着离开现场 左手夹着一个香奈儿包包沿路找寻没关大门的公寓 把包包藏在楼梯间后装作若无其事离开 直到半小时后才回到公寓取回 心境这么怪异因为这包包是他面胶抢来的 卖家当时载着嫌犯准备前往面胶地点 不过在这个时候嫌犯突然拉起手刹车 抢走卖家放在车门旁的名牌包之后 马上下车逃逸 25岁的国姓嫌犯在脸书社团看到一款香奈儿包 联系卖家面胶说好以77800元交易 途中却骗被害人要去银行一趟 在车上趁机抢走包包 得手后返回屏东变卖 这两个包款是属于他们家比较入门的款 不管是价格或者是款式 嫌犯锁定的就是这款名牌包 价格约10万多元 警方追到屏东将人逮捕 法院审理时发现案发当下 他的户头只剩下100多元 根本没有资历购买 以抢夺罪判刑六个月 避免发生类似纠纷 网络卖家和买家约定面胶 可以这样做 其实卖家都会要求买家 可能会先付订金等等 然后确保这个商品是有要的 要帮你保留 我个人会建议如果真的要面胶 你们可以去找比较定点式的地方 比方说像银行门口 或者是便利商店门口 这样你们要面胶 或者是要提前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嫌疑特地从屏东北上犯案 买名牌包不给钱用抢的 以为便卖能大赚一笔 但过程全被监视器拍下 不仅夏奈儿包被没收 还因此吃上行则 TVBS新闻吴轩简余琦 新北市报道